也是跟劳工的权益相关 我们知道一般的上班族正职员工的话 工作满一年就会有七天的有薪年假 但其实打工族也有年假 只要试用劳基法 不管你是正职兼职或者是计时的工读生 私方都要按比例来给假 那么如果违法的话 业者会被开罚 两万到三十万元不得 工读生辛苦土货忙进忙出 有的则是要在大热天发传单 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辛苦程度不输正职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打工族也和正职一样 同样享有特别休假 做满一年就有七天特休 不知道 好像没听说过 打工的时候你有放过年休假 没有 三年了吗 都没有放过年休假 没有 只要是他是用劳作竞技馆的劳工 虽然他是部分公司 他还是享有劳基法规定的特别休假 根据劳动基准法第38条 不管正职工读 只要做满一年就有七天特休 三到五年有十天 五到十年有十四天 即时制也要以工作时数比例计算给假 但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去年底检查就发现 有企业未一规定给假 爱买特略屋都榜上有名 从来没有违法 给予工读生的这个特别休假 都是按照工作时数的比例来换算的 那么主要呢 是因为在标示这个时数 我们一律都是以每天八小时做计算 那么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认为 其实你一天应该标示的时数 应该是实际的这个工作时数 特略屋解释 该给的特休假都有给 只是标示方式和劳动局不同 爱买则是坦承 部分分店确实违法 人资已经在拟定新的作业方法 因此要特别提醒打工族 如果碰到违法雇注 可以向相关单位检举 千万别让全意睡着